县中浦乡 这里曾经是全台烟叶的生产重镇 在全盛时期 种植面积超过了1000公顷 不过台湾烟酒公司2017年企业 就不再弃作收购 这个烟叶的产业 就跟着走路历史了 烟农第三代的魏三峰 希望可以让后代缅怀这段繁华的历史 所以搜集珍贵的影像 出版了台湾第一本 烟草忌实影像书 晒干的烟叶整理叠好捆起来 过棒希望有个好价钱 仓库里头也堆得满山满谷 这样的盛况已经是 30多年前的事情了 一片绿油油的烟田 嘉义县中浦乡 早期是台湾重要烟叶产地 随着2017年 烟酒公司不再弃作收购 使烟叶产业走入历史 而这块农田的主人 烟农第三代的魏三峰 他为了让这份历史能够传承下去 出版台湾第一本 烟草忌实影像书 我从高中 以及读军校的这个期间 我都有陆陆续续在拍这个 因为我觉得烟是我们在地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台湾种烟的历史长达 112年不能让这段回忆消失 这份信念让魏三峰 开始用影像记录烟草田 他在台湾已经一百多年的时间 他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化资产 就位阿嬷手上拿着这本书 今年70岁的他 势头一次买书来读 记录烟草的故事 对于世代烟农的他来说 希望可以把这段故事传承给子孙 那个年代的这些故事 曾经养活几代人的烟业 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不希望随着时间推移 消失在后代子孙的记忆里 华视新闻黄一部 陈建邦许晶一家一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